欢迎各位收听安波足球快讯 根据多家英国媒体的报导 曼联主席坦哈格 将会继续出任《红魔鬼》的主席 英力士集团评估了 坦哈格本赛季的执教表现 决定继续信任他作为曼联主席 致名记者罗马洛指出 坦哈格对于英力士集团的决定感到满意 高层希望他继续信任年轻球员 而准管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审查 坦哈格对此并没有问题 他只会专注于带领曼联的事情 54岁的坦哈格 在两年前接了曼联 双方当时签署了三年的合同 坦哈格领军两个赛季 为曼联赢得英格兰联赛杯 和足重杯冠军 而他在培养好似美奴和加拿组 等年轻球员方面发挥了作用 这一点是英力士集团 被他留任的关键因素之一 而集团高层希望他能继续这个道路 给予年轻球员信任 坦哈格目前和曼联的合同 将会在明年夏天到期 而双方将会在短时间内 展开续约的讨论 我是阿斌,多谢各位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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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